直男追不到女生 因為你不夠玩 你需要又職又玩 那女生追不完 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這次來到愛情QA主題啦 愛情QA主題就是粉絲來信 我來做解析回答的感情影片 有感情問題都可以私訊我IG 我看到覺得可以做影片回你 都會問你是否同意讓我做影片回你 那這次來信的故事就是 一個男生覺得自己是超級直男 喜歡上一個女生 目前的進展剛開始 想要知道接下來可以怎麼做 那我們來看這次A先生的來信 我最近喜歡一個女生 所以follow到你的影片 我不能保證女生對我有好感 但我覺得應該至少不排斥 我們每天上學同一班公車都會一起走 放學沒事的話也都會一起走 我自認為熱度有在慢慢上升 我發現在喜歡他之前 我真的是超級直男 其實我發現他之前好像有丟球給我 但我那時候太止了一笑待過而已 我看到你的影片之後 我才發現這樣不行 於是有在勇敢的推進關係 他是有約我假日打球 但他這週生病了 我有約他去看展 他不確定會不會去 因為還有一段時間 不過我很意外他竟然會約我打球 我想問你該怎麼更進一步 主要是我有在推進關係了 聊天有趣話題更曖昧一點 然後也有做肢體上有意沒意的小碰觸之類的 我發現他也不會排斥 很感謝A先生的來信 其實我有課程 歡迎來上課 想知道更多細節 絕對不要錯過我的課程 我直接先說目前你跟對方的狀態 其實我的判斷會覺得 你們只有在最起頭認識階段 甚至嚴格一點的話 是感情吸引可能都還沒開始 也許你覺得開始了 但我就不小心的戳破你的粉紅泡泡 感情的進展還沒開始喔 那我們來說第一個點要注意的 有來有回才叫曖昧 因為從你的故事看起來 其實就跟一般的朋友 互動沒什麼兩樣 舉幾個你覺得他有跟你曖昧的例子 一起上下學可能就剛好順路 好像有丟球給你 是什麼球 牽球嗎 約你打球 也許真的就想運動而已 你有意無意的做肢體接觸 講一些曖昧的話 可能他根本不曉得那是你在曖昧 就其實互動看起來 其實就跟一般朋友沒什麼差別 有些比較出神經的女生 根本不會感受到這些差異 我覺得你所謂的曖昧 離真的曖昧差別蠻大的 曖昧是有來有回的 而不是一個人當方面覺得 我現在在曖昧 就是在曖昧 對方回應了你什麼 他有真的對這個關係有付出什麼嗎 假如都沒有 那也許對方目前對於這關係 也只是朋友的相處 可能你很年輕 我也不知道你幾歲 可能國中高中又或是幼稚園 不知道你幾歲 我也不能確定 你現在適合怎麼樣去做進攻 但以成人來說 你這樣的互動其實離曖昧很遠 那第二個 沒約會前別亂肢體接觸 其實就是你說 你有試著去做肢體接觸講曖昧的話 但實際上 你們根本連單獨約會都沒有 那其實會有很大的風險就是 可能你做過頭突然就會被討厭了 因為換個角度來想 你去做肢體接觸 也許是他根本逃不了的狀態 他也沒有接受你可以這樣做 但因為把你當朋友 所以也不敢拒絕 那他表情反應也許是抗拒的 你沒發現 你還活在自己世界的去做肢體接觸 最後也許被討厭了 你也不知道 比較保守安全的做法就是 對方確定跟自己單獨約會 等於他默認你可以去追求吸引他 再去做肢體接觸 推進關係這個行為 而約會是要傳達給對方 很明顯的讓對方知道 我跟你約會不是朋友出遊 而是有意圖的 我想要多了解你 我對你好奇 你跟我約會 是跟我這個人出來 不是為了某個活動出來 你做邀約要明確知道 他是想跟自己出來 而不是活動 當然不是要你告白 但就是邀約過程 你自己也會清楚 你有沒有把自己拋出去去約會 那當然要去約單獨約會之前 會創造讓對方對自己有好感的印象 聊天過程中 會讓對方不排斥 那麼把自己丟出來的去約單獨約會 對方真的對自己有好感就會出來 那出來也就等於 給你表現自己的門票 你就可以去做肢體接觸 來加強彼此的情感連結 當然不是說你去做肢體接觸 對方就一定接受 只是這樣做會相比 你完全沒約會前 去亂做肢體接觸來的安全 因為一個是對方默許 你展現自己去追他 一個是對方只是你同學朋友 沒有這個默許你去追他 你可能會說 他有約我打球啊 可能他就真的是想打球 所以找一個咖去打 而那個人是你 而不是為了你 至於你說看展 那就看對方有沒有跟你去看展覽 你在約會過程中 去把關係再連結加深 那你現在的狀態 是根本沒有約會 只是同學朋友關係 我覺得真的別亂做 推進肢體接觸 什麼曖昧話語也不用特別做 實際上感情加温 都會放在單獨約會在做 其他約會前就是創造舒適感 多了解對方 對方也多了解自己就好了 要吸引對方不需要刻意說曖昧的話 而是當約會互動過程 對方也對自己有感覺 那麼曖昧的行為話語 很自然就會慢慢產生 但約會要讓對方 確實被自己吸引 產生興趣好感 這就是約會能力了 約會過程 你要去帶領對方 主導關係 又要讓氣氛是愉快好玩的 你話題聊天帶領 觀察他的情緒去調整 都需要去注意 但這些講就太多了 我們來說下一個 小劇場別太多 很多直男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關係什麼都還沒開始 但自己就會想很多 其實你的互動 以我看到的 就是可能關係才剛開始 甚至第一次約會也沒有做 那去想很多 都會是小劇場有點多 之前他有丟球給我 我沒有接到 也許他根本沒有丟球呢 當然我年輕的時候 學生時期也像你一樣 喜歡的人對自己做一點事情 或是互動上一點風吹草動 自己就整個放大了很多情緒 他是不是喜歡我 他應該對我有興趣吧 結果實際上 自己根本也沒有做出什麼行動 其實重點還是放在自己做出了什麼行動 簡單的判斷 第一次互動 目前朋友關係 自己創造了什麼形象給對方 網聊狀態 對方願意跟自己聊嗎 聊得樂落嗎 這些都可以 那我們就可以網約會買進 可以單獨約會嗎 真的約會 互動給對方感覺如何 肢體接觸可以推進到積累 對方正常約會完 有想要續攤嗎 這場約會完他有期待下次約會嗎 或是主動約自己下次約會 把那些一直想著 對方對自己感覺如何這些想法放掉 重點在 自己行動完 對方產生的回饋是什麼 用這個來判斷 而重點 都不會是對方說了什麼 而是對方又產生了什麼樣的行動 正確的行動 或是有效的行動 都比你小劇場想幾個禮拜有用多了 而小劇場太多 又很容易讓你自己產生許多內耗 你內心就會一直很卡 卡在 想要揣摩 對方對自己想法是什麼 是不是喜歡自己 但你把重點都是放在行動 自己做了什麼行動 對方因為自己的行動 回了什麼行動 那其實大概就能知道 自己目前跟對方 自己在什麼樣的位置 在按照自己目前跟對方 關係熱度在哪邊 那個位置去做 那個位置能做的推進 當然 行動前你也要有能判斷感情局勢的能力 而不是腦袋簡單的覺得 阿我就約會推進肢體接觸就好 這些都是由淺入深的 慢慢加大投資力度 但一開始在推進關係 對方就在閃和退開的話 那就代表可能就要停在這一階段 不要亂推了 所以判斷和調整能力也要在一定程度 不能盲目亂推 很多指南要不就是只敢聊天 什麼都不敢肢體接觸 不然就是不懂得抓那個平衡值 一股腦的亂推關係 就被自己推爆了 但這些也會是約會的經驗值 需要累積到一定程度才能抓到 好 總結 有來有回才叫曖昧 沒約會前別亂肢體接觸 小劇場別太多 這三個都會是很容易犯到的點 不小心做錯就會把對方推開 讓對方想要拒絕自己 直男追不到女生 因為你不夠玩 你需要又職又玩 那女生追不玩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喜歡這部片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頻道 或是追蹤我IG 那大家掰啦 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